vil贊 burst 築私 我們請院長 請林院長 林委員好 院長 你好 我剛從美國回來 那是去參加這個入聯的宣達 那在美國的這個期間 其實我們拜訪了很多位這個國會議員 美國的國會議員 那也接受外媒的訪問 那主要當然是希望能夠傳達 這個台灣人民 希望可以加入這些國際組織 那也希望可以得到他們的支持 那我相信台灣在加入包括聯合國 或是國際組織上面 除了我們希望 可以在國際組織去捍衛我們自己人民的權利以外 我們其實也有很多層面 是希望可以貢獻我們的力量的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自己覺得非常格外的印象深刻的是 我最後一天參加了這個 Keep Taiwan Free的這個入聯的遊行在紐約 那我說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為 原來這幾年 都是旅外的這些台灣的留學生 或是說這些台裔的青年 他們來主辦這個活動 所以我想也難怪台灣的年輕人現在被稱為天然獨 我相信他們對於這個土地 對於台灣的認同 是很自然而且強烈 那不管未來他們是回到台灣來服務 還是說他還繼續留在他的那個國家 都會為台灣來努力發聲 所以在這邊我想要請院長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是過去幾年來台灣人民還有年輕人透過社會運動 或是透過這個被矮化的時候的抗議 或是透過各式各樣的方法 也不贊成這個舊的政府在國際上面親中 然後外交修兵不敢為台灣發聲 那像這樣子希望台灣可以在國際之間有尊嚴的參與 這個院長是不是都有放在心裡 謝謝林委員指教 我們完全認同我們希望台灣能夠在國際間 能夠有尊嚴的參與所有的國際活動 那麼同時有沒有希望能夠這個我們的國民在國際間也能夠得到一個平等的待遇 所以我想對於現在這個入聯的這個規劃的方法 我也可以理解就是說因為國際組織的參與簽一法動全身 接著我們還要這個參與包括國際民航組織啦 這個國際刑警組織等等 所以入聯怎麼規劃 這一次我們透過請友邦來幫我們講話 希望我們可以參與 這個我可以理解 那我相信明年時間過了一年 或是到明年適當的時候也可以回頭來檢視說 我們在國際的參與上面用這樣的佈局方式 是不是有它的效果 不過我們姑且不講現階段的這個策略 我們就來講最核心我們對國家定位的論述 因為我一直相信即便現在國際處境很困難 但是如果我們自己的論述 我們對國家的定位是有道理的 我們其實在國際之間是可以爭取到同情 爭取到支持 很多的困難 但是我們可以交到朋友 但是如果我們的這個論述是不合理的 我們連講話都沒辦法光明正大 所以我要問到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 我們現在請友邦幫我們講話 或是參與聯合國 或是參與其他國際組織 我們到底是入聯還是反聯 這部分能不能上外交部李部長來說明 是 我想我們國家這個中華民國台灣 是一個主權國家 我想這是代無疑義的 而我想這個林委員的主張 事實上我想也是我們在台灣 絕大部分人的一個心聲 一個意願 當然今天我們的國家定位 從我們的主觀角度來講 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是入聯還是反聯 我們目前呢 我們恐怕在現階段的國際情勢 兩岸關係 還有國內的一些種種考量呢 我們還是以目前 以務實的方式來參與 我想部長我們在委員會聊過很多次 我大概也知道你會回答的方法 我在這邊為什麼要問入聯或反聯 我們看下一頁 因為如果我們在國際上還是講反聯 那也就是會變成要繼承 蔣介石的政權跟代表 也就是曾經在裡面被趕出來 所以我們才要回去 這叫反聯嘛 那我們回來看他趕出蔣介石的代表的時候 這個2758決議文是怎麼講的 他是講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以及在聯合國的組織 及其一切組織所非法佔據的席制上 驅逐出去 所以他不是把台灣人趕走 不是把台灣人民趕走 他是把蔣介石政權趕走 因此我要在這邊問 為什麼是反聯或入聯 他的意義是 我們到底 我們如果今天在國際社會上是說我們要回去 也就是說我們是蔣介石 他的遺序 什麼叫做蔣介石的遺序 他當年被趕走的時候 他是什麼樣子的人 他是什麼樣子的政權 他是一個獨裁在上個世紀被認為四大殺人魔之一 他是在國際上面宣稱他不只代表中國 還代表蒙古 還代表西藏 代表部分的俄羅斯 越南 緬甸 不但講不完啊 所以他這麼荒唐的宣稱的這個獨裁政權 最後終於被聯合國趕出去 我們今天如果講反聯 我想要請問院長 你認為我們到底是要繼承這個獨裁 而且宣稱世界上十幾個國家都是他的領土的這個蔣介石政權 說我們背負著這個荒唐的這種包袱 我們要回去 還是我們是民主的台灣兩千三百萬人要入聯 院長我請你回答 我想現在的中華民國其實已經是在一個民主體制下 經過有選舉 而且不管中央和地方都有一切的這個自治的法律 和這個地方自治法和中央的相關的這個選舉 都是完全是跟民主 現在近代國家民主國家是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我認為現在的中華民國就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所以跟當初被趕 因為他趕出去也不是說把中華民國趕出去啊 也不是說把台灣趕出去啊 他是說把蔣政權趕出去 所以我在這邊要 其實按照剛剛院長的這個說法 大概就是入聯的意思啦 但是也許您有一些不方便直接講這麼清楚 但是我相信院長跟部長心裡應該很清楚 這兩個的差別 也就是我們在國際上面宣傳的時候 我們不能說我們是背著蔣介石的獨裁政權 我們要回去 我們回來了 蔣介石的這個宜序回來了 不是這樣子的嘛 我相信是以民主台灣跟台灣主體性 希望能夠得到合理的這個代表嘛 因此在這邊我要強調就是 日前發生南海爭議的時候 曾經有一些部會 還宣稱整個這個跟中國重疊 以及蔣介石他當初的這個宣稱的U型線 我們還說我們要繼續用走這一套的話 我想就是很危險的事 因為我們不能再繼續 認為自己繼承蔣介石 我們也不能再繼續用那樣荒唐的這個說法 所以在這邊我希望 院長我剛剛聽我也了解 你認為的應該是以民主台灣 這個態度去參加國際組織 那未來在所有不管發生的國際爭議 以及國際的論述上面的時候 請務必確定不要掉到繼承蔣介石政權的 這一個現金裡面 再來我要跟 我相信院長 剛才也已經提到 很了解台灣人民參與 這個國際的這個意願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面對國際局勢非常困難 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們可以去努力做 而不是靠政治 去跟人家衝著頭破血流的 例如文化 所以我在這邊接著我想請問 院長知道這個台灣杯是在哪裡嗎 很抱歉 這個可能要請正部長來說明 我相信正部長應該知道 這個台灣杯是在哪裡 今年剛落成的 在沖繩 我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 也許你們都有去過沖繩 就都有去過那邊游覽 這是沖繩的和平紀念公園 那在這個公園裡面 包括韓國 菲律賓 太平洋 許多的島國島嶼 因為二戰 而喪生的這些人民 都在那裡面 被紀念 被平掉 那過去長年來 包括各國的政要 也都會到那邊去平掉 去那邊紀念 可是台灣人民 在太平洋戰爭裡面 二十萬人從軍 三萬人上升 一萬五千人失蹤 我們一直到了今年 終於有一個紀念碑在那邊 但是不是政府促成的 根據我的瞭解 當初民間在促成的過程 我們的代表處還是反對的 這個就是我覺得 我們應該可以讓台灣人 在世界的歷史上面 跟脈絡上面被看到 可是有的時候 我們的阻礙卻是政府 我再舉下一個例子 這兩位 不知道光看照片 院長跟部長認識嗎 一位是陳志雄先生 一位是李柏青 他是在二戰 二戰之後 有許多的台籍日本兵留在印尼 那留在印尼 參與了印尼的獨立建國運動 成為了他們的建國英雄 他們還得到 印尼的建國英雄勳章 現在在許多的印尼的教科書 歷史課本裡面 還會提到他們 這些台灣人在印尼幫助他們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值得 可以放到印尼的這個 歷史國家博物館 我相信 這就是我剛剛在提的 我們有的時候在政治上面 也許國際局勢很困難 可是我們在文化上面 在歷史上面 這個是我們可以去幫台灣 在國際上面被看到 而我想 李部長可能在美國 應該也有參訪過 他們有移民博物館 我記得我在美國移民博物館裡面 我看到 他有歐洲各國的移民到 美國的這個歷史 也有日裔 韓裔 菲律賓裔 華裔 東南亞各國 他們移民到美國的歷史 但是沒有台灣人的 台灣人從日治時代到戰後 有很多動人的歷史 也有好幾波移民美國的故事 可是在那個移民博物館裡面 沒有被提到 有一些動人的故事 包括戰後白色恐怖的時候 過去就回不來了 那這個東西 就是我剛剛在提 我們也許不是 在政治上面很困難 但是我們在國際上面 有很多我們可以努力 透過文化的方法 而這些文化跟歷史 我們過去習慣的方法是 用文物交換 文物特展 把台灣有的一些文物啦 故宮啦 特別的東西 就拿出去跟人家做 一個月兩個月的展覽 或是有的時候我們 開機 共工國 在這個機場啊等等 可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這些 常設性的 戰爭的紀念公園 不只是在我剛剛講 沖繩有 太平洋戰爭的紀念公園 美國 關島 菲律賓 通通都有 我們參與的這一個 過去我們的先人 參與的這個人數 不亞於其他國家 但是我們在裡面沒有被看到 又例如說像我們共享的 這個南島語系的文化 這南島語系的文化的博物館 在菲律賓 在印尼 在很多太平洋島國都有 有沒有台灣的故事 這個就是我剛剛在講 有的時候我們很重視 農產品臨時的展覽 文物臨時的展覽 可是常設性的 紀念的公園 博物館 台灣人的蹤跡 在裡面有沒有辦法被提到 這個放下去 所有的國際的觀光客 到那個國家去參觀的時候 他可以看到世界各國的人 在那個國家的故事 包括台灣人 放下去就是永續性的 而不是一個月兩個月的特展 這個部分是我希望在這邊 尤其我們面對國際局勢 這麼艱困的時候 我希望能夠告訴院長 也以及兩位部長 這個應該是我們可以好好的去清查 規劃到底有哪一些 常設性的這些博物館 我們可以把台灣人的聲音放進去 台灣人的蹤跡放進去 藉由文化的交流的方法 因此在這邊我是希望可以要求 是不是由文化部 由政部長這邊來規劃 那我想這個也不宜用很趕的方法 在這個會期之內 我們做一個通盤的報告 那在這個周邊的鄰國裡面 可以參與台灣的這些博物館等等的故事 把它融入進去 部長有沒有 對 我想真實的呈現歷史 的確是可以看到台灣主體性 它整個形成的過程 所以在我們的文化政策白皮書裡面 其實有把這個重建歷史 列為我們文化保存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所以包括實體的有關於博物館系統的建立 那麼以及在其他的 包括在虛擬的相關文化記憶庫 目前文化部有在研理相關的計畫 那尤其剛剛委員提到的 像南島羽族的文化 事實上是台灣非常重要 我們認為是台灣給世界的禮物 那因為在南島羽族的文化 在台灣的語言上面 有非常豐富的多樣性 它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化的資產 所以我們也已經在這個部分的 研究計畫上面來做強化 那並且也希望把這些歷史的 相關的文化資產 作為國際文化外交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想這個在我們106年的 預算跟計畫上面 委員的這些想法 我們也很希望也相當認同 我們會在預算跟計畫上 逐步來落實 好 那我就最後再強調 重點其實就不是個別的特展 融入當地本來博物館或紀念公園 等等裡面 該有的故事 跟其他國家一起被看到 我們希望是說 由國家來形成一個整體性的文化保存政策 更系統化的透過實體跟虛擬的方式 來進行系統的整合 我們也認為說應該要逐步的融入教育 其實它可以作為藝術創作 或是文化發展 因為在這個方面不夠完善 落款是由我們總統落的款 但是它落款也不符合紀念碑的一些形式 所以在這邊我說 為什麼政府應該要大力的支持跟參與 我聽說那個紀念碑接著完全還是要靠民間 每年去維護它 那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 我們應該要大力的去支持 因為過去可能我們國家對於國家紀念 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制度的規劃 那我們未來也在跨部位上面 也在思考說 是不是能夠對國家比較重要的一些紀念地 紀念碑 或者是說一些戰爭的遺址 或者是轉型正義相關的人權相關的遺址 可以做一個統整 我想這部分文化部我們會願意來協助 好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接著我想要再來提的就是 除了我剛剛講這比較嚴肅性的歷史文化的 可以為台灣走出去以外 其實剛剛部長有提的 影視流行音樂 乃至於整個文化創意產業 這一塊的影響力更大 那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五月份看到的施政報告裡面 其實這一塊比較沒有被提到 那最新的這一份 我看到只有提到100個字 那我相信可能是 行政院現在把它當成是文化部的事 因此就沒有寫在整個這個所有的這個 行政院層級的這個報告裡面 但是我在這邊 我在這邊想要提醒一下院長 我就不跟部長直接說了 因為部長一定壓力會很大 因為現在所有文化圈的人全部通通都找上部長 但是我要告訴院長 就這不會是政部長一個人的事情 我要先 我不知道部長知不知道 呃 院長知不知道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經指出 去年的統計 文化創意產業 全球的產值高達兩兆兩千五百億美金 是超過電訊服務業的 超過電訊服務業一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可以創造就業 創造經濟產值的一個產業 它一方面是文化 一方面也是產業 所以在這邊 呃 我舉幾個例子 我相信這些也是部長 過去長年來可能就已經有在關注的 例如說像芬蘭 20年前他就發現這件事 所以他是跨部會 他不是自己成立一個部門 專門處理文化而已 他這個1997年成立的這個 文化產業委員會 是包括教育部 貿易 工業部 還有交通部 一起合組的 是20年前人家就想到了 他到了 最後還成為歐盟 認為芬蘭成為創新的領導者 他花了很長的時間去做這件事 加拿大成立加拿大的影視公司 跟加拿大藝術理事會 也是跨部門的成立 而且也是20年前就知道這件事 我們再來看最近大家比較知道的 像日本的動漫電玩的流行文化 大家最近應該都有看到一個影片 就是接著換日本舉辦奧運 那東京的奧運的整個宣傳的影片 都是融合了日本的動漫文化跟流行文化 最後首相安倍他還化妝成 瑪利歐出現 可能大家會覺得很驚訝 他們整個光是動漫的GDP 就佔了10% 韓國 最近大家開始講韓國 其實部長我記得 部長還在當親服會主委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在講韓國了 我真的不敢相信 現在我們還在講韓國 韓國最近大家在講 私宿列車 可是他在1998年的時候 他就把文化內容產業當成是戰略性高度的產業 就不是一個部會而已 是整個國家最重要的一個戰略之一 所以他的文化觀光部 從那個時候就已經提升到1% 我們現在還沒有1% 是那個時候就提升到1% 然後接著到了2006年 他的GDP已經到3.52% 然後到了2005到2011 連續每年的成長率到27% 我要提的就是 別人是很久以前就發現 我們現在開始發現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重視都還不夠 至少從施政報告 還有我們認為的最指標 關鍵的戰略性產業來講 我們沒有把它放進去 跟林委員特別報告 其實我們第一個就是 您講得很對 就是說其實文化不是只有文化部的工作 所以我們在最近 我們行政院也開了第一次的 就是行政院新成立的文化會報 那麼其實我們在會報裡面 我們也特別地去強調 就是文化是每個部會都要做的事情 所以是部部都有文化 那麼每個產業都要有文化 我們也就是朝這個 像你剛剛您講這個方向 我們在這方面來努力 那麼至於文化部的預算 那麼當然我們今年度 確實有大幅度成長 雖然沒有接近 沒有到1% 不過已經將近1%了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 就是說未來 我們要能夠把這些計畫 能夠落實下來 讓整個部會呢 它的這個預算裡面 也能夠要考慮到 就是有關的文化的一些概念 還有一些想法 那麼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會達到 您剛剛講的那個目標 對 那這我們也期待呢 當然這個路呢 不是一年能夠做到的 其實我們看到過去別的國家努力 也是要一段時間 但是我期待呢 我們會在這個 只要我們很認真努力 我們相信呢 在未來這三五年間呢 我們應該可以看到 有一定的成果會出來 因為文化會報裡面參加的人 也都是我們的老朋友 所以我也有聽到一些聲音是說 在開這個跨部會的會議的時候 只有鄭部長最認真 其他的部會聽說看起來好像還是覺得不太關他的事 所以我在這邊要稍微一個一個介紹一下文化圈 尤其影視流行音樂 大家認為現在的一些問題 我們一點出這些問題 你就會發現真的不是文化部自己的事情 那在座所有的部會 你一聽到你會發現那個就跟你有關 例如說一個是見價的問題 創作見價 到底我這個創作這個劇本值多少錢 融資的事情 企業合作的這個事情 他到底是文化部還是經濟部 經濟部開這個文化會報的時候要發現 這個就是經濟部要一起參與大力參與的事情 又例如說像美學培養 美學培養這就是我們現在在講市場 台灣的市場到底聽音樂的夠不夠多 看電影的夠不夠多 看表演的夠不夠多 這個不可能我們明年突然好多人都衝出來欣賞 要靠一段時間學校教育的培養 不管是我們講這個精緻的藝術文化 還是說通俗的文化都是要靠培養 而這個就是教育部的事情 這不是文化部沒辦法去學校裡面調整他們的教材 教育部的事情怎麼樣去強化這些事情 才有可能會五年以後 我們有了我們的市場 五年以後有了我們的創作人才 又像是人才培育也是一樣 我們都會覺得好像看起來這個流行音樂影視產業就是明星嘛 導演 攝影師 舞台設計 燈光設計 音響工程 有哪一個不是跟其他的部門有關 不是只有文化部 哪一個不是跟教育部有關 甚至於跟經濟部有關 這些真的是需要有院級的這個高度的跨部會 才有可能往前走 再例如說像我們其實前幾次我已經講過的 這個原住民族的文化部分 我們覺得他很珍貴 可是在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還沒有完成 現在還很顛簸的在向前走的時候 隨便錯誤的引用濫用的行程很多 造成一種錯誤的消費 我們很想用 但是一方面要盡快的落實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這一定不是文化部自己可以處理 這要原民會乃至於原住民族主流化 這個議題的主流化 跨部會的前進 我們才可能運用這個很多元豐富的資源 來成為台灣的一個樣貌 那再例如說這個外銷 這個外交部 我相信部長也知道 這一兩年 我們也協助了很多台灣很不錯的這個影視 電影或是電視劇 我自己到越南去演出的時候 我看到路邊的人在看什麼 我在看民視啊 看娘家啊 我們自己外交部還蠻努力的 在協助一些這個版權的銷售 把我們不錯的優質戲劇賣到國外去 可是我們必須要有全套的 我講明星有沒有推過去一起做產銷 有沒有一起做這個周邊的這些經濟的價值 的利益的這個加成效果 沒有 我們就是在那邊播我們的片子而已 這跟韓國就差很多 我並不是講說我們一定要複製韓國 還是複製日本複製芬蘭複製加拿大 但是我們的高度要高到當外交部覺得 我們很不錯的電影要往外推的時候 我們不錯的這個電視劇要往外推的時候 別的部會必須要發現這跟我有關啊 觀光局可能就要覺得這跟我有關 文化部就要覺得這跟我們有關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 如果不是跨部會 我們真的就沒有辦法做到這些事情 光靠文化部 或是某一個部會想到 我們就沒有辦法做這個事情 然後在這邊我也是希望 我們還有一個 這個我希望院長真的要 好好的檢討這件事情 我們有一個很珍貴的頻道 叫做宏觀電視 我這個心裡 非常的 我覺得非常的弔詭 最近日本政府 它投資的這個 Wakuaku Japan 來台灣涉台 裡面都是關於日本的 流行的 這個相關的這種文化 影視的文化 然後來台灣宣傳日本 結果我們好不容易在國外 我們還有衛星的 我們還有頻道 結果我們播給僑胞看 但是僑胞不看 只有三成的人看 看 三成的人看 他的平均看多久 一分多鐘 我們這個頻道是不是可以重新檢討 文化部 外交部 其他的 我們整個公廣集團怎麼樣join 我們的目標不是只針對僑胞 因為我們的僑胞其實現在在網路上 都可以看到台灣的新聞 根本不用 針對台灣的這個文化 針對台灣的流行音樂影視產業 讓它成為一個國家層級的一個頻道 可以在國外去宣傳台灣 我剛剛講的這幾個 這些所有的例子 都不是文化部一個的 那最重要的 我現在 其實我知道 委員長可能很想說 我也收到了喬委會告訴我說 宏觀電視會怎麼樣的努力去調整 未來的計畫 但我要提醒宏觀電視不能繼續指示 為了喬委會來做 因為我們只有這個衛星 只有這個頻道 我都問了觀光局 也問了文化部 也問了外交部 我們沒有別的了 所以 重新檢討這個 那 我想我今天最重要的這一個 質詢的內容 最重要只是為了要希望可以在院長的 這個 國家未來藍圖裡面 把流行音樂影視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全部都放到戰略性的高度 因為它是跨部會的事情 而最重要是台灣需要它 因為我們在國際的政治領域 受到打壓 受到限制 在文化上面 我們可以做的努力跟投資還不夠多 這個是我們不會受到打壓 而且因為我們民主自由 我們會有很豐富的創作 那這個就會成為台灣走到全世界的基礎 謝謝林委員指教 我想林委員的這個 剛才所提到的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相信也是我們行政院 包含我以及鄭部長 以及所有閣員 我們的一個努力的目標 我們一定會在未來呢 我們會投入更多的資源 來努力 去希望呢這個跨部會 在這個所有的市政呢 都能夠把文化納入考量 同時呢 剛剛您所提到一些個別案子 特別像宏觀電視的檢討 我們也會向公館集團 來加速有關它的功能 要怎麼樣重新定位 再怎麼來做 做更好的這個效果的發揮 那這個部分都會列為我們的項目 但是不能只有單一的一些個案 因為最主要還是要有 最好的文化的實質內容 能夠展現在國際間 那這個部分呢 需要我們去培養 所以我們需要 也需要創造一個環境 讓更多的人才願意留在台灣 在這邊為我們的這個 整個的這個文化 在網上發展提升 能夠做出更好的努力來 那麼這也是我們需要努力的 因為沒有人才 其實一切努力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人才的培育 就是包括教育部 都要一起參與嘛 那我在這邊我想 最後也是給部長一個 當靠山啊 因為我相信文化部到現在 跟其他的部會比起來 相對都還是弱勢 那他們也不一定 真的會認為是他的事情 那剛剛院長也講得很清楚 我希望其他的部會也都有聽到 那未來在開相關的這個會議 跨部會的會議的時候 要能夠感受得到 這個是國家層級的戰略計畫 這個不是文化部自己的事情 這是為了台灣能夠清楚的 在世界被看到以外 台灣能夠這個脫胎換骨 轉型的這個過程裡面 很重要的一項戰略的計畫 所以希望在這邊院長部長 那未來我們也繼續一起努力 那所有其他的部會 都把它裝到頭腦裡面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林委員 謝謝林院長 八卦院會上午執行到此為止 下午1時50分處理臨時提案